我们来看第三题 若圆C方程式s平方加y平方加2s-4y等于0 与直线方程式2s加y加k等于0 不相交求k的范围 要听完意思呢 那么首先我们来求这个圆 它的圆心跟半径 那么因此呢第一件事情 它的圆方程式是s平方加y平方加上2s-4y等于0 我们利用配方法来求出圆心跟它的半径 所以就会等于s平方加上2s 那么再加上y平方-4y等于0 把它配成完全平方 所以得到的是s平方加上2s 那么配成完全平方这里呢 我们要加上2的一半就是1 再把它平方 再把它平方 所以再加上一样y平方减掉4y 再加上这个4的一半是2 一样呢我们把它平方 的完全平方 那么就等于0加1加4 我们得到呢是5 所以这个圆方程式 经过配方为标准4之后 那么它的圆心把它叫做c点 所以圆心坐标呢 那么就是s加1等于0s-1 y-2等于0 那么y等于2 而这个圆c呢 它的半径我们把它称为是r 所以呢半径的平方是5 那么因此半径呢 就等于呢更号5 那么接着呢第二点 题目说这个圆呢 跟直线不相交 所以呢我们在坐标平面上 就来画一个圆c 从刚刚我们知道呢 这个圆 它的圆心c点 坐标呢 我们已经知道是-1-2 而且呢它的半径是更号5 那么所谓的半径呢 也是指这里 叫做呢半径更号5 而且呢也来画一条直线 使得呢圆跟直线呢 不相交 这条直线呢 我们把它称作是l 它的方程式呢 就是题目给我们的2s加y 加k等于0 那么所谓的圆跟直线呢 不相交 我们就要利用呢圆心 到这一条直线的距离 也就是这一段长度 那么就会超过呢半径 更号5来计算 意思也就是说呢 我们就要利用distance 就是距离的意思 圆心c点到直线l 这个方程式呢 是2s加y 加k等于0 那这个距离呢 会超过半径 半径呢是更号5 那么因此呢 点到直线的距离 我们就利用呢公式来计算 所谓的公式呢 分母就是更号s 前面的系数是2 把它平方 加上呢 y前面的系数是1 把它平方 分子呢就是绝对值 把圆心c点 带入这条直线晃程式 2呢 跟乘上s 那么就等于呢 是-2加y 就是加2 再加k 绝对值 那就带呢 更号5 所以呢 这个不等是中分母的部分呢 2的平方加1的平方 我们计算结果呢 就得到是更号5 但是呢 那个分子的部分 那么就是呢 -2加2 等于0 0加k 剩下的是k 意思也就是说呢 我们得到是绝对值k 就会带呢 这个更号5把它乘到右边 所以呢 就是大于5 绝对值k大于5 所以呢 我们去掉绝对值之后 就得到呢 是k 大于5 或者 是呢 k 小于呢 -5 所以呢 今天要来求k的范围 我们计算求得呢 那么k的范围就是k 大于5 或者 是呢 k 小于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